請石主委 很早 主委你好 有關廣播電視壟斷防治與多元維護法草案 就是俗稱的反媒體壟斷法 那這一次NCC非常的有效率 在今年的2月1號 就立即將當年第八屆的版本 原封不動的再送一次 到我們立法院來 那請教一下 為何是原封不動 一字不變 請簡單說明一下 你們很忙嗎 不 這正是要尊重新的政府 因為行政院在開行政院會議的時候 希望是把原來行政院已經完成的草案 尊重新的政府 那民進黨把這一次 反媒體壟斷法列為優先法案 那為何行政院沒有將這個列為優先法案 這個很諷刺 就是在當年第八屆的時候 負責反媒體壟斷法的審查的委員 就是政務委員 就是現在的行政院院長 張善政 張院長 當時是政務委員 你認為這個要尊重新民意 那本會的部分是提報優先法案 本會是我們的民進黨團也列為優先 我現在要請教你的是 為何一致不變 當初我在擔任召委的時候 我們有舉辦過兩次的公聽會 一次是楊立環委員 一次是由我來主持 兩次的公聽會 三天的主條審查 當初 參著了我們的院 也參著了國民黨的版本 民進黨的版本 台聯的版本 楊立環委員的版本 公民團體的意見等等 當時媒體 民進黨的議題 輿論也多所討論 學者專家也提供意見 也經過委員會的共識 沒有經過表決 大家主條認真的討論 形成共識 有很多的條文文字 還是時主委你當時有參與修正的 那不是民意的展現嗎 那你為何這一次是原封不動 一致不變的 將當年你們行政院被修改過的 都沒有去 納入原本的這個條文裡面 卻把當初 你們一開始原始的版本就送過來 這樣是尊重民意嗎 跟委員報告這個 因為跨界不連續 是大院的執權行使規則 我們高度的尊重 我剛才已經提了行政院 跨界不連續 但是整體的 當初修正過的 這些原則跟條文 都是社會大家共同的 共識跟意見 別忘了 當初大家 所形成的共識 有很多重要的觀念跟條文 這些原則 都是反媒體壟斷重要的精神跟價值 像媒體股權的義務揭露 像媒體整合的審查的原則 以及媒體經營者的適格性的問題 媒體分離 獨立董事 這些重要的原則 你為什麼都不納入你們的版本裡面 我檢要跟您說明幾件事情 行政院重提這個法案 是讓大院可以讓所有委員提的法案 可以重新再提一次 所以可以做完整的討論 你們就是沒有誠意沒有效率 您非常清楚 你們就是故意的突然了事 您非常清楚 在這個交通委員會裡面 最後那個版本保留條文非常多 它不是一個完整的法案 主委 主委 不要顛倒是非 當初 有爭議的 就是媒體的定義 以及它施行追溯的時間而已 不只 重要的條文大家都已經通過了 主委 不要顛倒是非啦 我要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都不尊重 當時的 參與討論的 很多國民黨的委員 楊麗環委員 因為在新民意當中的委員組合已經不同了 所以行政院重提一模一樣版本 是請大院趕快進行討論 我們正式尊重新民意 我要求我們本委員會 將行政院版的退回 一定要重新的 審慎的 接納各個民間的意見 這些民間的意見 是重要的 反媒體壟斷的精神跟價值 我請教一下主委 是 媒體股權的義務揭露不重要嗎 本會也是這樣主張 我要請問你 那你的版本裡面有嗎 那是經過行政院審查通過的版本 我要請教你 媒體整合的基本原則 審查的原則不重要嗎 很重要 那你們咧 我們重要你納入在哪裡 包委員行政院會議通過 是行政院審查過的版本 本會在這一點無從智慧 你現在又把球踢給行政院院會 你跟張善政那麼不好嗎 這很莫名其妙 每個政務人員都有自己的政務責任 我們要要求啊 然後你們有自己的責任 所以你就不用理行政院院長張善政嗎 你們從過去不合到現在還不合嗎 我看的應該都是報道 我看的是實情 不過我跟張院長都在花蓮有住處 我們其實私交還算不錯 這個我不便評論啦 有關私交的部分我不評論 我要請教你的 我現在就是要要求 我們交通委員會要將他們的案退回 從新的納入各界大家共同的意見 輿論的意見 學者專家的意見 當初大家整合有共識 也沒有經過表決 也都是你經過你的修正之後 具體的大概大綱都已經通過了 然後你現在說因為新民意 五分之三的條文都保留了 那是因為媒體定義的問題 但五分之三的條文都保留了 只是媒體定義的問題 所以行政機關來說 五分之三保留的那個法案 是很難以完整的一個法點來提的 退回啦 我要去退回 因為他沒有爭議只有五分之二 請教主委 只有0.4的版本 這樣是很小的一個法案 主委我在講話 我要請教你 是 有關於遠傳病中家的這個問題 是 遠傳病中家 中家現在是第二大的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對不對 就他長有的這個系統 所涵蓋的定戶數來說 他是第二大的集團 那這一次 遠傳病中家最大的一個爭議 就是 他以171.2億的這樣的一個價格 來以購買公司債 投資的一個方式 來避開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十條第一項 就是所謂的黨政軍條款 用這樣的方式 想要來取得這個公司的 掌握他的控制 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民眾社會學者專家 大家都非常的有意見 我請教一下主委 你們開過幾次的聽證會跟公聽會 聽證會至少一次 公聽會也開了一次 對 聽證會跟公聽會都一次 是 剛才陳委員請教過你們 你們當時都沒有NCC的委員 在場或者是主持 是由陳處長 陳處長來主持 跟本會的聽證要點呢 委員是不需要出席的 是不需要出席 那我要請教你 當初旺中藥並中家 當初舉行了一次的聽證會 兩次的公聽會 當時的主持人都是NCC的委員 甚至當時的主委 蘇恆蘇主委還親自主持 那現在NCC跟以前的NCC不一樣 這一屆的NCC跟上一屆的NCC又不一樣 現在的14號跟當時的14號又不一樣 你真的是變化莫測 委員如果說哲學問題的話 一個人不能踩入同一條橫河兩次 我叫李昆哲 我沒有要跟你討論哲學的問題 我現在要跟你討論的是 遠傳並中家的問題 為什麼 當初 旺中藥並中家的時候 是經過NCC委員的主持 然後你們這次就認為 不用那麼嚴謹 不用那麼認真 看電視轉播就好啦 你們是在看NBA還是看大聯盟 NBA跟大聯盟精采多了 主委 我很嚴肅的在跟你討論 我也很嚴肅的回答委員的問題 你很嚴肅的打嘴炮 我非常厭惡你這種狀況 這是社會大眾 大家非常嚴肅關注的事情 我們也非常嚴肅 我現在要請教你就是說 為什麼NCC的委員沒有主持 我另外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剛才也討論到了 為什麼在1月27號 你們是敢過年嗎 沒有 1月27號通過這樣的一個方案 這個案子在當時已經快六個月了 欸 我要請教你 當初 這種啊 旺中要併中家 他也是經過兩個月的 討論之後 他拖了一年多 在行政程序上幾乎創下先例 什麼先例 過這麼久的案件 一個申請案 一個申請案件可以拖到一年多 真的創行政的先例 你們也創很多的先例啊 是啊 NCC委員主持的這樣一個重要的會議 然後你們說現在不用了 然後當初是經過兩個月之後才做決議 然後你們現在兩個工作天就可以做決議 所以整點已經清楚了 這個是非常的糟糕 另外 你們以這種負擔的許可方式 這不是大開以後黨政軍投資之門嗎 我們可以看 加付款的方式旺中安也是 加的付款還更多 你們的付款的方式也有相當大的問題 我現在要請教你 就是NCC的委員翁伯中歐委員 他也提出協同意見書 他認為衛依行政程序法 去做這樣的一個行政處分的廢紙權 其實是沒有辦法去有效監督相關的條文 而且你們 而且根據行政程序法規定 負擔未履行本身就可以單獨廢紙員處分 你們這個是很好笑 你們之間的委員都有提出不同的意見 我們是合議制 就跟大院的委員一樣 合議制 所以這個翁伯同委員的 你不贊同他的意見就對了 他提的是協同意見 你們相關好 因為我要請教你相關的複議裡面 也問題非常多 有些複議 他本來就是 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像 關閉類比的這樣的一個電視台 要全面的百分之百的數位的普及化 這不是本來應該要做的嗎 要推動 封土民情 地方封土民情的節目 縮短這種城鄉差距的數位落差 這不是本來要做嗎 但是不是法律條文強制規定的 但是我們一直在推動 他具體承諾每個事項 連金額都寫上去 該委員所說的地方金融頻道 他要投資的金額非常龐大 在所有多系統經濟者當中 是很難得一見的數字 主委 評價非常重要 NCC的主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委 不是當了這個職位就好 是你當了這個職位 有沒有站在那種堅持價值 剛才我跟你提起過 有很多我們經過當時討論過了 不管是國民兩黨 台聯 公民團體 以及很多的學者專家 大家共同討論過 是主條的審查認真的討論出共識之後 那些重要的基本價值 你們這一次都沒有納入版本 然後原封不動 把當初大家修正 要認為要修正的這個版本 再送一次來 然後你說這個叫做要尊重新民意 主委 NCC這個職位是非常重要的 是有歷史評價的 是 我覺得 我覺得 一再的做這樣的一個敷衍 不負責任 沒有誠意的推動 反媒體壟斷 社會都在看 社會都在看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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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